- 打假漢匠 - 打假漢匠 - 今天又是美珠特辑 - 为什么讲特辑 - 今天跟毛哥要一起 - 看看他们这些不要脸的这些人 - 基本上 - 他们用的洗地的方式 - 都是一模一样的 - 对于美珠的议题 - 我相信毛哥这几天都有在讨论 - 有没有对于最近美珠 - 你有看到什么样的环节 - 让你真的觉得很夸张 - 最主要的是大家知道 - 美国其实不吃瘦肉精 - 养大的猪牛是大部分 - 那欧盟也不准 - 进有瘦肉精的猪牛 - 大陆也不要 - 那我们就知道 - 重点不是有没有进美猪美牛 - 我们早就在吃美猪美牛了 - 重点是瘦肉精 - 美国要蔡政府这么搞 - 从他们的卫生部长Azar来了 - 回去之后 - 也说了大实话 - 就是他走了之后 - 他被搅拌要这么搞的 - 陈吉仲呢 - 农委会你的主管机关 - 你也在那边帮忙洗地啊 - 讲了一堆垃圾话啊 - 讲到陈吉仲啊 - 他之前就已经讲过什么话了 - 他之前对于这个美猪要不要开放的议题 - 他就已经当时说 - 怎么样都要挡下来 - 因为他说 - 这个台湾的猪农啊 - 这个产值啊高达750亿 - 欸751不是小数目哦 - 等于我们现在吃了在台湾的猪肉 - 台湾产的基本上占大多数 - 今天毛哥刚刚讲的那个前面的事情啊 - 都还不够不要脸啊 - 今天我们就是不要脸特辑啊 - 在这几天 - 为什么韩国人前面要跟大家讲洗地啊 - 因为这一些人这一阵子 - 做的一连串不要脸的事 - 基本上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啊 - 就跟presidency一样的事情啊 - 真的 - 你presidency - 讲错就讲错嘛 - 你第一时间你不要好 - 你可以不要阴谋论说他不是讲西 - 你说啊 - 可能他来了可能时差问题 - 可能讲错对 - 当然我个人不认为他讲错 - 因为他是看着稿啦 - 那那是我的看法 - 但是不是今天他讲错的东西 - 然后硬拗 - 拗成什么团队 - 拗成什么阁下 - 当时我听到真的快笑死了 - 这个presidency硬拗完 - 接下来就是脏话的事情 - 也是同样那一批人 - 今天每出的怎么样 - 就在此时此刻 - 昨天跟今天 - 这一群人又出现了 - 像什么张阿晴啊 - 这个无良的媒体人啊 - 每天在那画虎栏 - 他在那说什么你知道吗 - 毛哥 - 他说啊 - 这个美族开放 - 不要买就好啦 - 讲简单不要吃就好啦 - 就跟网军一样啊 - 有没有跟网军的态度都是一样 - 你不要买不要吃就好啦 - 那我问问看毛哥 - 那我们是不是开放枪支 - 不要买就好啦 - 就像诈骗集团打电话话 - 去你家骗钱 - 你不要汇钱就好啦 - 然后他不去抓诈骗集团 - 对啊 - 对我们现在全台湾人来说 - 他就是诈骗集团啊 - 对啊 -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呀 - 我们真的受惩罚了啊 - 陈忠忠是不是说 - 叫大家要注意安全 - 陈阿忠啊 - 他说啊 - 民众啊 - 要保护自己 - 保护自己 - 跟林嘉隆的逻辑差不多 - 你要做个聪明的用路人 - 这种逻辑 - 他已经明白了告诉大家了 - 1月11号 - 你的选票 - 已经让你自己不安全 - 这是你们投出来的结果 - 对 - 所以我们能怪谁 - 怪自己啊 - 民众应保护自己 - 就真的啊 - 跟林嘉隆之前那个 - 做个聪明的用路人 - 是完全一样的论调吗 - 敢投票 - 你就不要在那边废话说 - 你有什么怕了吗 - 是我没有投票怎么办 - 所以我们只能呼吁 - 倒霉就对了吗 - 呼吁蔡主席 - 请你呢 - 民进党主席 - 以降的所有 - 民进党执政的党公职团队 - 每个人直接买瘦肉精回家吃吧 - 你们当奶粉冲泡都无所谓 - 我们真的不介意 - 但是不要叫我们吃 - 对 可是今天QPoint来 - 我们非常多这种路边 - 比如说小吃店啊之类的 - 你连他用什么样的肉品 - 连他用什么样的蛋 - 你都可能都不知道他的来源在哪里了 - 今天我觉得全民为什么会那么愤怒的原因 - 为什么 - 第一 - 你们之前告诉大家 - 其实大家对于美猪美牛 - 为什么突然好像一个开关 - 老哥你不觉得像个开关突然打开一样吗 - 那不就是你们民进党当时洗脑大家 - 告诉大家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 - 当初在那说领检出 - 我相信毛哥当时也是在火线上的人物嘛 - 那时候也是帮马英九那段时间嘛 - 那你也看到他们很多人当时是怎么样去骂 - 怎么样去炮轰 - 怎么样去怎么样 - 怎样说你今天一通过 - 马英九就要下台 - 对不对 - 每天都看到这一些绿彻翼网军啊 - 或者是这种817或英粉们来呛我 - 说韩国人你干嘛要把美猪妖魔化 - 哎不对妖魔化不是韩国人 - 今天不理性讨论的也不是韩国人 - 我们现在在讲的话 - 你去翻翻看8年前是谁在讲的 - 毛哥应该都记忆深刻吧 - 因为你那时候就是在做算是跟国民党 - 比较有关的党务嘛 - 你应该都看到他们这一群样子啦 - 而且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最过分 - 韩国人一直强调为分析给毛哥听 - 其实真的给他们吃不重要 -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过分 - 能引起全民愤怒的最大原因 - 就是我们蔡同学直接用行政命令啊 - 直接跳过了立法院欸 - 你让立法院去吵一下都不愿意欸 - 所以对阿杂尔来 - 就是这个美国卫生部长来 - 是真的是 - 因为我们看到中央社阿杂尔那时候来 - 他就表明说两边的双边贸易 - 我问一下毛哥 - 请问一下卫生部长 - 跟贸易有什么关系啊 - 他连一个我们的试剂跟我们的那个什么 - 我们要的疫苗 - 他应该是要谈这个吧 - 请问一下 - 美国啊如果真的有诚意的话 - 他们就应该直接跟我们分享 - 他们的医疗资源跟防疫资源嘛 - 除了从我们这边掠夺 - 包括口罩在内这么低阶的 - 这个最差最低阶的防疫物资 - 全部掠夺走了之外呢 - 刚刚韩国人提到了马英九那个时候 - 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- 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说一件事情 - 美国不管你谁在执政 - 他都会把他滞销的产品想办法叫你吞下去 - 当然哦 - 连日本韩国台湾 - 在内都是他们的主要标的 - 因为你这些国家有钱 - 然后又需要缴保护费给他 - 所以他几乎对我们这些 - 有钱的东亚国家是予取予求 - 对 - 但是别的国家挡得住 - 而马英九那时候确实也顺应民意 - 我们只用顺应民意的标准来要求 - 一代女皇-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- 你会顺应民意 - 因为老百姓不要瘦肉精的美猪美牛 - 这个东西正好美国人施压给你 - 你可以告诉他 - 你看到了 - 台湾的报纸 - 台湾的媒体 - 台湾的网络 - 你们都在监看了 - 你们知道所有的网络大数据了 - 这不是就是民主吗 - 做不到 -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- 除非你美国人示范给我们看 - 你们吃 - 川普天天吃瘦肉精的美猪美牛 - 你在英文跟他隔海呼应 - 民进党全部的党公职人员 - 先开始试吃一年 - 交体检报告给我们看 - 我们再来讨论 - OK - 对啊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 - 但是今天啊 - 反正每一件事情都要扯到什么 - 这一件事情啊 - 基本上啊 - 他们洗地的方式 -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逻辑 - 就像我常讲啊 - 只要今天 - 蔡同学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- 只要扯到中国大陆 - 人民就觉得怎么样 - 合理化啊 - 所以你知道吗 - 昨天啊这个张阿晴啊 - 新闻都帮他爆出来了 - 绿媒哦 - 绿媒的新闻啊 - 说啊 - 中共多嘴台湾开放美猪啊 - 这个辣台妹张阿晴啊 - 火大呛爆 - 闭嘴 - 你看又怎么样 - 又扯中国大陆了 - 请问一下 - 今天我们都讲了 - 中国大陆没有开放瘦肉精耶 - 我们之前都很清楚什么 - 中国大陆因为这个猪的疫情 - 所以当时就怎么样 - 也有跟美国进口猪肉 - 但是他们是禁止瘦肉精的 - 请问一下 - 今天你们这些绿媒跟这个张阿晴 - 你们去扯中国大陆干嘛 - 又要干嘛 - 起毛个很简单啊 - 就是要让台湾年轻人觉得 - 哇中国大陆骂了 - 所以我张阿晴回复你们闭嘴 - 哇这样的好 - 接下来怎么样 - 接下来完全洗地 - 完全从黑翻白 - 进口这个美猪美牛 - 是对的 - 因为中国大陆都欠责了 - 那我想问你们中国大陆如果讲 - 吃大便是一件不对的事 - 那你们都要去吃大便吗 - 对不对 - 我想问问各位嘛 - 其实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集 - 最主要也是要分析给毛哥听 - 其实他们现在的一切的策略啊 -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蓝银比较温良 - 比较算温良公俭让的特性嘛 - 像毛哥那么会冲的大概真的是 - 连一只手可能都算不出来啦 - 对真的比较偏 - 我们偏比较不同 - 像他们那种大英帝国那种颜色的人 - 他们今天就是抓到我们这种特性 -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- 他们现在都是在用一种烟雾蛋的方式 - 一直拼命丢一堆不合不合情不合理的东西 - 然后我们就可能开始就会去批评 - 那我们批评但都是小的 - 开始可能会引发国民党去批评 -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- 他们就无限的放大 - 国民党在批评的嘴脸 - 然后就怎么样 - 当然人民就会生气嘛 - 对不对 - 就会觉得 - 国民党干嘛一直骂啊 - 对不对 - 就很多议题都是这样啊 - 也是这样啊 - 章话这议题也是这样啊 - 我真的很难想像章话的这个 - 那么棒的一个卫生局长嘛 - 抓到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确诊 - 我们都应该要掌声鼓励鼓励的 - 但是他们当时没有欸 - 当时全面洗 - 因为逆十台了 - 所以全面就要洗什么 - 章话好危险喔 - 章话的这个执政者怎么会放任这种病患啊 - 或者是有在隔离的人到处跑跑跑 - 但是毛哥你知道我当时从广州回来啊 - 你知道我在机场里面 - 我一出那个大门啊 - 就是我完全机场里面不是有很多餐厅 - 是啊 - 很多那种卖东西的地方嘛 - 是啊 - 你知道我可以去吃东西 - 我可以去买东西 - 如果我今天我身上是有带病的人 - 全重咯 - 全重咯 - 那重点来咯 - 我今天我还可以推着推车出机场大门 - 今天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样 - 我要开车或者是亲友来接我 - 像我是做防疫小孩 - 那我一出机场大门 - 我是可以怎么样 - 趴趴走路 - 趴趴走路 - 对 - 所以今天他们就是先用这种洗地方式 - 先去洗一波 - 然后让蓝的骂或者让我们去骂 - 然后骂了以后放大我们骂的这种表情 - 放大我们这种骂的这种 - 因为你一骂就是有点负面能量嘛 - 他们就是懂得去把这负面能量操作到 - 让人民觉得本来是一个该骂的议题 - 但是今天怎么样 - 哇你们骂怎么一直骂 - 你们在扯后腿 - 然后就开始 - 就会有这种张阿晴这种不要脸的人 - 就会开始在那讲一堆鬼话 - 你们可以不要买啊 - 或者像陈阿中在那讲什么 - 你们可以这个要保护好自己啊 - 你看刚才讲到那个张华的卫生局长 - 他当一个吹哨者 - 然后他就被处罚 - 就被电到不敢再讲话这样子 - 像不像韩国人那时候在中选会抓包 - 那个罢韩广告 - 然后他们就处理韩国人 - 这样啊他们永远处理吹哨者 - 谁叫你害我难堪 - 你害我下不了台 - 来我们现在不是骂而已 - 我们要帮蔡政府找solution - 找解决方案 - 这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- 我们呼吁所有在野党团结在一起 - 提倒阁案 - 听清楚了吗 - 倒阁案 - 在野党不用去想说你人数多不多 - 能不能过这个案子 - 你只要把案子提出来 - 你就可以试得出来 - 民进党这些立法委员 - 他敢不敢真的去忤逆民意 - 如果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要忤逆民意 - 很简单 - 明年2月1号 - 他们就职满周年全部罢免 - 側翼全部罢免 - 在野党不像在野党的側翼也全部罢免 - 重点是要有立委开始提这个倒阁案 - 倒阁案出来 - 书贞昌必须走 - 你可以解散国会全面改选 - 用新民意来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 - 我们OK - 所以这是一个solution - 所以最后韩国人也要告诉大家 - 今天你看到他们这么多不要脸的事 - 我们也要开始学会聪明的怎么样去应对了 - 除了就是像毛哥刚刚说的这个倒阁案 - 我也要提出一个 - 今天毛哥刚好在我旁边 - 我昨天有在直播说 - 我要提出一个全民连署台独 - 我觉得罢免 - 对我们现在罢免王浩宇 - 这个是一招 - 但是全民连署台独 - 我相信不同温城的人都OK吧 - 你不要跟我说韩国人你搞台独就不行 - 为什么 - 双标 - 就又是什么时空背景不同 - 现在都时空背景不同战术 - 只要讲时空背景不同 - 如果是你提的话有可能哦 - 因为他们准备要卖台了 - 你又让他们难看了 - 好 没关系 - 我就挑战他们的矛盾 - 好不好 -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析这一些 - 真的是有个好笑 - 所以各位真的 - 我们要学聪明 - 把脑袋 - 怎么样 - 这个毛哥常讲的 - 大脑穿制服 - 对 - 所以大家要注意 - 好啦 - 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 - 记得帮我跟毛哥 - 帮我们订阅 - 帮我们按赞 - 然后帮我把小铃铛打开 - 如果有任何想法 - 欢迎在下方留言 - 我们是打假暗讲 - 我们下次见 - 拜拜